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你跟小顾 不太合适的 我们有些担心哦 妈 放心 文顾龙 不会在一起呢 晴晴 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了 我饿了 有很多好吃的药 管够 这都是些什么呀 白小姐给你送来的 抗这个抗那个的 多着呢 那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又不是药罐子 我劝你啊还是吃了吧 我家又饮食不健康 又不会出马 省得到时候把你给堵死了 你今天怎么了 你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 我今天可没得罪你啊 顾容 我们是真的不合适 以后还是保持工作关系就好了 不是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 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我原谅你和我接受你 那是两回事啊 那行 那你说说 咱们俩哪儿不合适 你要说不出来 那就没有不合适 那没有不合适 那就是合适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勉强不来 两个世界的人 嗯 你耳朵不好使 眼睛也不好使了吗 勾着我的衣服了 小姐 你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非常不高解 你谁啊 那你看我把你认成我妈了 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你那时候衣衫不整 你要发现是我 你不又骂我是变态 你 你的家 还有你周围的一切 对她而言 对她而言 太新鲜了 你又干嘛 又走错房间了 就知道你不会用 用文箱的时候把门窗打开 不然你堵死 她当然不可能是孩人的女朋友 因为我正在追求俗小姐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但我喜欢你是真的 从今天起 我要正式开始追求你 顾总呢 他毕竟是董事长的亲孙子 要说让两个人一辈子不相往来 也不太可能 你处在中间的位置 以后会很尴尬的 我逆长位 威胁逼迫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 意想和志向吧 也许你跟小顾 不太合适的 我们有些担心哦 妈 放心 文库龙 不会在一起呢 莫名莫名 像莫名的注定